大年初一,我一位比利时朋友的朋友 问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什么是好茶? 这个问题说实来讲只有短短几个字 可是要牵涉到的细节非常的复杂 在电话里面,我只能够简短的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好茶必须是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树上 健康的茶树需要生长在一个生态自然保育尊重的条件之上 换句话讲,茶园没有受到太多化学肥料 杀虫剂激素的污染 周边环境的水源没有受到污染 没有太严重的空气污染 这是一个基本要件 可是这个基本要件,确实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外国人对中国有多大茶区怎么样分布 没有太多太好太深入的了解 就算是有去过短短的几天 酱油沾沾水,如此而已 对地区的生态、自然、生物的环境的影响 他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第二个,就是地方茶农、制茶人 他们能够非常坚持的遵守跟尊重 传统工艺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制裁 我们并不是说,茶一定按照古老的制茶的工艺 一定会做出最好的茶 不是这样讲的 可是传统工艺之中所坚持的工艺的精神 我们今天必须要了解 要能够坚持下去 一个茶员的照顾 尊重茶生长的季节顺序 按照茶信来制茶 都牵涉到后面所有努力辛勤工作的 勤劳百姓们 而这一些都是无价的 当茶人拿到一款茶 泡的时候 我们茶人的责任是要把这款茶泡好 要能够说得清楚 讲得明白 要把茶的香里面的层次 它的口感应该有的顺滑甘甜 要能够泡得出来 对于喝茶的人 他们必须要学习的就是 怎么样识别茶的品质 所以光是按照鼻子买茶的 多半都会陷入到 家味茶家乡茶的陷阱之中 所以怎么样教导消费者 了解茶 怎么样喝茶才是健康的 怎么样选茶 怎么样的拿回家了以后 他能够泡茶 这一部分的教育宣传工作 不能够只靠我们做非常漂亮 优美诱人的茶艺表演 这就是为什么当诗幻问我的时候 说我的专长是什么 是讲茶呢 还是讲茶文化呢 还是讲我可以讲说我哪一项不专长 那就是表演 因为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把一款茶泡好了 如何把一款茶泡好 那就挑战我对那一款茶的了解程度 并不是光是他的茶的价格 或是谁在卖的茶 最重要是茶区是怎么样的 宣传宣这个传播 如果种茶的正确知识 地方人士如何坚持的保育生态环境的平衡 所以茶要讲的不光是价格 可是在国外面对的是价格之战 中国精品茶要推广 我们要讲的是它的价值是什么 有许多价值是可量化 可是更有许多价值是不可量化 所以每一个茶人必须拿出本心 良知良心 回到初心 尊重茶 学习茶 把茶泡好 让更多的人有正确的知识 茶已经早就已经变成世界饮料 所以我们并今天不能够一直停留在 中国大陆好 茶就好的一个迷失的心态 我们更是不能够只求 把茶能够卖出去就好 因为你的茶的价值远大于你能承受的重担 比利时中华茶文化协会负责人 也是中华茶人联谊会比利时交流中心负责人 小美兰再次跟大家祝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家庭和乐